好了 回来了 现在就讲讲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世界现在的经济就不太行 我和很多朋友都聊过 他们都很悲观的 现在有很多人就说 那个物资稀缺的时代就会回来了 这个我们可以叫它做一个稀缺新时代 但是严格来说人类的历史上很多都是长期稀缺的资源是不够用的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战争和社会不和平 有很多麻烦的事情出现 现在就要多谢一下周小先 多谢你的支持 现在世界经济的冲击就很厉害 第一件事当然是新冠 新冠是搞到整个供应链都有很多问题的 供应链出了问题的东西是贵了的 还有有些东西是令到工业生产的国家和地区 他们实际上的收益也是少了 因为航运的费用是急剧暴障 除了航运之外 航空的费用也是贵了很多的 现在看到那个情况就是 新冠之后 在今年的2月又出现了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西方就说这是俄乌战争 或者是乌克兰抗俄战争 现在整个问题就是 食物的供应链都出问题 其实过去 如果我没有记错 十几二十年 工业产品的价格是越来越便宜的 现在那个情况就是 有很多人出来说 都会变了稀缺 或者很多东西都会很不碰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一直都有些事情比较缺少 很多地方居住的楼宇 农地 还有工业用地有些地方其实都是缺少的 这些就是稀缺的东西 但是之后就有可能大家习惯了工业制品 一直都是很多的东西很便宜 现在那些都会慢慢升水 现在那个说法就是 这个世界的GDP 其实预测 比2021年第四季的预测 就会跌到很多下 那个CPI的通胀 比如举个例子 2021年年底的时候 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2021年年底 其实经济环境好像也不错 结果就打一打仗 马上就出事了 2021年年底的时候 他预计今年年底的通胀率 其实就是会跌到3.5%左右 但是呢 就是这样打一打之后呢 那个数字就去到7.1% 已经去到 所以也许多了 所以也挺担心的 我的看法就 另外呢 就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我粗钱的看法 全世界的GDP 现在的预计呢 他们跟去年十二月比较呢 其实相比呢 那个预测呢 是相差大概呢 就是1.5%左右 但是我的看法呢 就是 现在那个悲观情绪呢 是很有可能呢 就是令到那个GDP 就降得更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悲观情绪 现在是 就是开始蔓延去 社会不同的行业那里 其实我一向都是很乐观的 有很多人觉得说 哎呀你讲得太乐观了 那这样 那 就是很坦白地说 因为我做开那个行业呢 其实呢 就不是很受这些东西影响的 就是很坦白地说 这些大为惹我是受影响 但是我不会说 完全没有东西做的 一定有东西做的 那被人禁价是 被人禁价 但是我的收入是 OK的 就是我觉得被人禁价 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 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那个打击 那究竟是 会不会有一个持续的问题 在这里呢 那 乌克兰方面呢 他就说 那个战争状态持续 就是增加九十日 那样 那但是 那个问题就是 战争其实 严格来说 又不是乌克兰主导的 那其实是不是真的可以九十日之内 完结到呢 我是不知道 那 香港人民币说 制裁俄罗斯 欧盟燃料 价格飞升 欧盟生产力 直接受影响 那么 中东和美洲燃油呢 就赶不及 供应这个欧盟 因为呢 运输船只不够 迫使游戏 加班加点 运输费用呢 因为俄罗斯他用管道运输 天然气和石油去欧洲呢 其实是很便宜的 就是管道运输 其实是最便宜的运输方法来的了 严格来说 没有东西是便宜得过管道运输的 可以说是 就是你海运就肯定贵过管道运输的 但是现在都是非常麻烦 那么现在 有些人当然是说 就是说 现在这个世界呢 就是现在的经济冲击呢 全世界在售的 就大概一万六千亿美金 这个是他们专家的估计 那我的看法呢 当然到现在都是比较乐观 那我的看法就是 我就觉得很小事 就是 其实这个问题呢 就是疫情完了 那就没事了 就是我第一件事 疫情没了 疫情处理了 其实已经可以复偿 有很多东西 另外 那个战争 其实大家如果为了大家的生存来说 其实就应该尽快 那个战争 就尽快搞定它 但是现在就看上来 这个情况又不多 为什么呢 看上来 好像是俄罗斯 他们自己都想拖长 这个战争来打 就是美国方面的情报 说俄罗斯打得很差 那么久都处理不了 这个 他们那个供应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 不是了 因为现在你看到那些经济数据呢 其实现在俄罗斯反而是有因拖长来打的 因为拖长来打的燃料价格就继续升 它就继续收钱了 是不是 还有 就是 很老实说 美国佬的制裁 欧洲的制裁 严格来说都不伤俄罗斯筋骨的 因为欧洲都没办法不用俄罗斯的天然气 现在没办法不用 现在照用 那些东西是贵了 但是它是照用 如果贵了你是照用的话 那你不断在那里输血给俄罗斯去打仗 俄罗斯内部 它又不准买你西方的东西 还有它有很多出口的东西是照常出口的 食物啊 还有那些化肥的东西是如常出口的 出口去俄罗斯友好的地方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 现在就是俄罗斯和这个美国都是想 就是这一场东西在拖墙来玩的 其实它们两边都是 是不是 那么 那么 Nambo Wong就说拖墙 欧美才会有杀伤力 墙通胀 现在就大家看看谁能支持得久 其实就是 就是他们如果这样搞的话 但是会害死很多无辜的人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 欧美呢 他们不怕拖墙的 那么咸蝦撑呢 就是现在是欧洲出问题 但是全世界埋单 欧洲其实你说它有问题 是那些人的东西是贵了 欧洲的东西是贵了一点 美国的东西是贵了一点 他们不用死的 他们家底厚 你知道吗 就是家底厚 是不是这么容易 就一声就没了家底呢 不是的 现在最惨的就是那些 没什么家底的发展中国家 今次就大了 那么Daisy Story就是老百姓惨 对 西方那些烈的地方 我告诉大家 是很惨的 但是问题不是在他们的 在俄罗斯那里 俄罗斯打仗而已 所以才搞得我们很惨而已 这些事情就是不能够拖 但是现在你看到俄罗斯真的想拖 其实就 问题就是 深水埗兜棍就是选票 哎 就是 那些人就会很明显看到一件事 选票的问题就是 很坦白说 我都跟那些西人朋友聊过 选哪个都一样的 现在 你打仗的环境不太妥 哎 转一转 转一转庄 没所谓 那都是一样的 两边都差不多的 现在的说法是 那这非就说 死的就是第三世界国家 应该都看来都是的 不过印度和中国就应该没事 就是那些大一点的国家 反而今次就能够顶得到的 那么莫叫姐姐就说 战争都有机会赚大钱 是的 现在美国人当然有机会赚大钱了 欧洲他们也有因去做那个军事设施的建设 和军备的制造 那么他们会不会很差呢 其实我的看法就不会了 现在最伤害是一般老百姓的 其实是 那 那这非就说 斯里兰卡是第一个 那野 是啊 其实不单止斯里兰卡 其实中东也有可能会出问题 还有 现在这个情况呢 最有可能 他一出问题的时候呢 是会推翻某些 就是 在中东地方或者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 那之后 就会更大事的 其实是 所以是很麻烦的 不过 过去三十年来说呢 其实全世界的经济是有一个特征的 就是 就是可以大量生产 在工厂生产的东西的价格是越来越便宜的 其实就 主要就是中国人 和苏联那些 就是 前加盟共和国或者前 前共和国那些人就 进入了这个全球劳动市场那里 其实就 因为之前就不是一起的嘛 之前苏联是自己内部搞自己的嘛 那么好了 苏联解体之后 那么 其实就有很多人 就投入了这个全球劳动力的市场 就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劳动力的市场 那 还有就是 西方搞了一样东西 就是降低那个贸易壁垒 那 就将西方那些 就是低价值的工作呢 他们认为低价值的工作呢 就转去 那些发展中国家那里做 那 转去发展中国家那里做呢 其实 就是大家都要明白一样东西 那种情况呢 就是 那些发展中国家呢 就有些 有些地方呢 就可以 赚了些钱去发展的 有些地方 就做不到的 有些地方赚了些钱呢 就去 就是 就是少数人的口袋里面 那其实就很大件事 那Raymond Lee就说 合老美心意 有机会搞乱党 其实 美国真的不怕乱的 就是你不要以为呢 美国 这个地方呢 他怕这个世界乱 他不怕的 世界乱呢 对他们来说很好的 万佛潮中 其实是 其实他们就不想世界和平的 其实某程度上是 但是 就是当然了 美国最麻烦的地方就是 本来呢 他们就是 就是最好处的 严格来说 过去三十年 他们的有钱阶层 完全都不用加人工 给他们的中下层人士的 其实 在苏联解体之后 苏联解体了之后呢 美国的工资上涨是停滞了的 对于中下层的人来说 没有的 没有升过的 那些人工是 食物价格呢 其实一直都有通胀 但是一直把那个通胀率拉低的 就是那个工业制品 那个工业制品是 哪个地方供应给他们 就是中国 是中国供应给他们而已 为什么中国可以这么便宜做些东西 其实某程度上 因为 中国那时候 就是发展程度比较低 那么 人工比较便宜 那就是 做他们那些不做的工作 其实中国 是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的 其实就是 是 很麻烦 那 DV章又说 中国求稳 美国求乱 那这个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看法来的 国家一直都是求稳定 就是有很多 就是在内地自媒体他们说要打仗那些人呢 其实就是 和国家的前途对着干的 有些人 这个是很麻烦的 那么 其实 美国他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上一个总统 川普呢 他就搞那些贸易战 其实 贸易战呢 他搞到那个关税呢 整倍增加 当然你说 是不是很影响到中国 实际上呢 我之前都很乐观的 都不会很影响到中国 你都要买的啦 这些东西 是你们这些人自己 狠狠狠狠要交税而已 是不是呢 还有那些关税 你们自己出的 但是最无耻的一件事呢 就是 我做厂的朋友告诉我 就是 关税加的时候 竟然 有美国的客人就过来跟他说 现在加关税了 你可不可以便宜一点 怎么便宜啊 那些厂是已经很难做的了 你还要便宜一点 不一定是采用那些生芒果啦 其实就是 这个就是 嗯 就是美国佬这一招 其实很老实说 不是很妥的 那么你这样加关税 又制裁又这样那样 你一制裁的话 其实 搞到那个商品正常供应都出现问题 譬如 举个例子 你可以买个华为电话 或者华为的网络 那些器材来用 给其他厂商生产的便宜百分之三十 你不用 有些情况下可以便宜百分之五十的 就是根据我的了解就是 如果用华为或者中兴的产品 那你们不用 你不用就是 你们要多给百分之五十去买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你们说自由市场呢 那变成一般人就多给百分之五十去拿同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那就是按摩 这些是按摩 按摩得不得了 那么 雷文尼就说有可能想涂空中国 没有可能涂空到中国的 这个不用担心 就是国家不会被他涂空得到 国家的体量太大了 他们没有办法涂空得到的 如果不是有内奸的话 就是中国是没有办法被人涂空的 就是中国有什么人是容易做内奸的呢 我告诉大家 其实内奸很容易认的 就是整天都出来说 我们中国人是不可以输的 那些就是内奸 通常都是医治 好像很激昂那些 在这里说中国人是不可以输的 我很爱中国 大家现在打一场仗去武团 那些通常都是内奸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表现自己出来 就是我真的是中国人 所以那些现实就是 一定是内部问题的 内奸还要扮好爱国 这些人是坏得不得了的 没错 这些就是大路人爱国策 那当然了 现在的经济问题 讲一下数字 关税 就是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就是在特朗普时代 就由3%到15%左右 大事吗 厉害吗 制裁方面 1983年的时候 受进口禁令约束的贸易量 只是占全世界的GDP 0.3%左右 到2019年 复你个机 这个数字呢 就增长了五倍 这些是美国乱禁用制裁大棒去搞出来的 所以这些是很烦的事情 它是乱禁用的 就是美国的制裁大棒 所以国家一直都反对 你单边制裁不行 因为是会搞死人的 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全面禁运 这个数字呢 就是受进出口禁令约束的贸易流量 肯定是不止1.5% 现在的数字肯定是再会上升的 这个数字是 因为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印度 他又说不出口小麦了 那些东西 就是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就不向外国销售 确保本国的供应 其实这个情况是很麻烦的 还有就是疫情的问题 疫情 其实就是这么说 内地每一次有封控 内地如果没有疫情的时候 就如常一切 但是如果一有大规模封控 每一次都是会影响到 就是过百亿美元的出口 其实就是 因为中国其实都很重要 但是如果中国不封的话 就更麻烦 如果以全年来算 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举个例子 我们很粗钱的 这个看法就是 中国如果完全不封 有得新冠示弱的话 其实过去两年是更麻烦的 对于全球的影响是一定的 就是如果好像中国 好像美国或者英国 过去两年 就是用美国英国的方法去处理疫情 就是现在呢 我们现在买的东西 可能已经是涨了水五六倍 我保守的估计是 那么去到五六倍的时候 其实就很糟糕了 那么佐德就说 事实上地球人 不会常常标榜自己 是地球人的 没错了 就是中国人 这些不用说的 我们中国人是不可以输的 那些很明显是内奸来的 那么当然了 现在那个情况 不是很乐观的了 就是某程度上 就是西方他们自诡 为民主自由市场 他就跟中国俄罗斯这些威权主义 全球决裂这样 他们搞出来的 其实中国有没有跟大家说过 不做你生意 因为意识形态不同 不做你生意 中国也没有这么说过 就是俄罗斯有没有说过 你西方那些民主自由 我不跟你做生意 我免得跟你做生意 大家意识形态不同 俄罗斯也没有这么说过 其实这个一定要公道说 俄罗斯也没有说过 他也不知道 现在意识形态不一样 我们不做生意 其实他没有说过 一直都是有人在搞的 那么这些是很麻烦的 那么当然了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其实真的不是很多 能够做的事真的不是很多 那么没办法了 尽量只能够做好自己 所以我都常常说 中国就是只有两个盟友 我们自己只有两个盟友 自己左手和右手 靠自己搞定 如果想着有什么人会帮你 其实也很难 事实就是 如果以西方画线 西方就是民主自由 他们画线的 俄罗斯、中国就是威权主义 其实这些所谓的民主和专制国 他们的画线 不是我画的 他们画线 我觉得你这样画也不公道 因为民主在不同的地方 都有不同的体验 你不能纯粹说我就是民主 你不是 或者我就是专制 你不是 不是这样的 其实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 民主国家和他们所说的专制国家 之间进行的交易 一年大约有六万亿美元的商品 做这个交易 如果双方真的由本身交易 变成以后都不交易 那就复习了 那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了 就算你不要说不交易 如果所有都要征收关税 就是现在美国 对中国收的关税最高 就是25% 如果所有 就是这些贸易 都要收25%的关税 哦 那就糟了 大家 那就糟了 这个情况是很痛苦的 你完全不做生意 当然有问题 但就算加25%的关税 他都会扯得不得了 这个情况是 是扯得不得了 所以 那当然 最大的问题 就不是这里 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世界有很多国家 就要经济转型 就是做一些他们都不擅长做的东西 或者没有优势做的东西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就真的是大煲领落 结果就是 大家都是输的 其实就 真是 真是不得了 这个真是 真是大事 那好了 那现在 那个情况真的不多妥 那当然 就是 西方 民主自由 他们自称的 他们就 觉得 自己就受到威胁 他们这样 他们是觉得 自己有很大的风险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自己有很大的风险 其实就是 他们看到 所谓 一些专制的地方 那个经济增长 其实就超过了他们那些民主国家 还有 那个情况就是 全世界那个 产值的那个份额 就是他们所谓的专制国家 就不断增长 因为 这个就是中国在里面 那份额 现在呢 就去到2030年的时候 大概就会变成一个六四比 就是所谓的民主自由国家 那个产值 就是六成 那么 所谓的威权国家的产值 就会去到四成左右 就是 现在那个 比例就是 大概就是 六成半 和三成半之比 就是所谓的 民主自由国家 就占六成半 那么 这个数字呢 在苏联解体之制呢 是 占比是怎样的呢 就是 八二比的 还要是 西方呢 是要去到百分之八十二 而 其他地方 就是他们 不认为属于 民主自由的地方 呢 那个产值呢 是占全球的百分之十八 那么 严格来说呢 就是 经过现在 就是 三十年左右 那个数字的增长呢 就是 威权的国家 那个 就是 GDP的占比 就已经是增加了一倍了 其实 增加了一倍 我们还在萎缩 我们修皮 所以 现在是很麻烦的 当然 其实 现在还有一件事就是 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世界上的 就是 所谓民主自由国家 为什么我要加所谓呢 就是 你如果把印度说是 最民主的国家 那样 我觉得你浪费 印度 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 印度人民呢 有的民主和自由呢 很坦白说 我不会觉得 它比中国多 因为他们的民主 不是真的民主 因为社会不是平等 是不是 还有 他们的自由 女人 晚上出街的自由 也没有的 在印度是 他说自己的自由民主 这些是 为自由民主 这两个字贴使的 其实是 这是我粗钱的看法 当然是 好了 朱永生就说 主要是这帮西方国家 普遍都欺负过中国 怕中国强大之后报复 而中国民众呢 也有不少人有这种想法 两边民水碰撞 当然 误会会越来越深 其实他们不明白一件事 其实现在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其实 里面的内涵呢 有一部分都是源自欧洲的 其实就是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 是需要 将它变成一个 就是 灵和的 博弈的 是没有必要的 其实还是有机会 可以做到双赢的 我粗钱的看法就是 就是 河虎就说西方可以打残中国 但是 其实中国呢 是打不残的 我不是说 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们不可以输 不是这样 而是中国的体量是太大了 还有呢 现在 就是 中国的工业体系呢 是太齐全了 而且 中国呢 也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农业的 所以 就是 如果你说 就是 西方可以打残中国 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 我的看法就是 那 就是这么说 你说 印度他们那个地方 是不是很差 就是说实际 我自己觉得印度人 就很好的 有很多都 我又不是歧视印度人 我是不会这样的 就是 我就觉得 他们有些文化呢 就不是那么好 是劣质的 严格来说 就是 好像不尊重女性 那些 其实我是接受不了的 你自己的妈妈也是女人 你有什么可能 去 亂老强人才行 其实这就不适合的 这些是没办法的 那 七彩賴蝦就是 八国联军年代 都想瓜分中国 但是坏了 情况就是 他们是无理可途的 你要明白 就是 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呢 其实本来都是很难治理的 你瓜分了的话 其实 没有好处的 所以西方是不会做的 有些事情是 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 资源为主的地方 不是生产大量的资源 是靠人的努力 去令到那个地方 是可以有生产东西出来的 其实 所以是不同的 那么 现在当然 乌克兰这场仗 也搞了一些对立面出来 现在西方当然是不断吹 习主席很支持普京 其实习主席也没有说过支持普京 不过现在内地也有很多人在说 习主席很支持普京 人家都没有说过这些东西 所以我看到现在这个世界 其实是不妥的 你意识形态的分歧 其实可以放在一边 那么好了 如果你利益有分歧的 利益就很简单 做生意不对 说到对 对吧 就是说数的 这些东西 利益是可以交换的 对不对 如果利益是可以交换的话 那老老实实 有很多事情不是问题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 当然大家是有不同的 意识形态 和不同的社会制度 所以应对一些危机 好像疫情那样的危机 大家的方法都会不一样 现在有这个情况 没有办法的 但是 说回来 究竟稀缺的时代会不会来到呢 我的看法就是很乐观的 我是不认为这件事会出现的 因为你说到底 你还是要先照顾民生的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我操浅的看法就是这样 你要照顾民生的 一般人是无罪的 一般人是想过普通 就是物质上 豐富一些的生活 大部分人都是的 其实就是 当然 有些人说我不是我 只是要精神风雨 但是你 物质上的生活都不风雨的时候 你精神上怎么可能风雨呢 其实我很粗淺的看法就是这样 所以说到底 你还是要公道一点的 社会的中下层 你要照顾到 而现在西方他们在推的东西 就是照顾不到中下层的 所以这个就是最麻烦的地方 其实他们都是为自己挖坑 西方做这些事情 完全是不照顾自己的社会的中下层 所以这些就是狠狠到不得了 就是我粗淺的看法就是 就是当然了 就是他们民主专制国家 他们那个分野 从来都是 就是他们用自己的那些年报 那些什么世界自由年报 来做的 自由到50分就民主 50分以下就不民主 那就浪费了 老实说 这个世界是否真的有完全专制的地方 真是很坦白说 我不认为这些地方是存在的 在今时今日 完全专制的地方是很难的 尤其是那些大国 你怎可能完全专制 是不可能的 你看看现在在内地 资讯是多发达多流通 你自己去新华书店看看那些书 根本很坦白说 你可以接触到的资讯 只是在新华书店买的书 你已经看到根本 中国肯定不可以被界定为一个专制国家 其实就是 就是在中国来说 有很多东西 根本我的看法 就是比起西方 不会说真的差那么远 那个自由度是 我的说法就是这样 当然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Raymond Zung就说 朝鲜 如果你朝鲜那些 那些当然是 那个自由度比较低一点 那些是小国 还有他们的资讯是很封闭的 如果你接上了互联网 大致上社会是开放一点点的 就是你可以有自己 有个智能手机 可以把这些东西随意上网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全面是很专制呢 我的看法很难 Raymond Zung 你说的 朝鲜也有些可能 朝鲜他真的跟外必接不到鬼 所以没办法 但是你如果有跟不同地方做生意的人 可以自己出国 自己有外国旅客的地方 就是很多外国的人 可以在那里生活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可以 就是严重侵害人权呢 我的看法是不行的 这是我操钱的看法 有些东西是说公不公道 好了 来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 希望大家 放宽一下心情 有时不要太紧张 好了 待会我们再来和大家说其他话题